谢霆锋和张柏芝离婚已经过去了十年 离婚后的谢霆锋很快又和王妃在一起了 而张柏芝却一直是单身 营造的是辛苦单亲妈妈的人生 直到2018年 张柏芝突然官宣自己生了第三胎 让许多人大为震惊 但是此前任何关于孩子父亲 或者什么时候怀孕的消息都一概封锁 只是突然就宣布生了 一时间掀起了轩然大波 虽然此时张柏芝和谢霆锋已经离婚七年 但是大部分网友还是会猜测孩子是谢霆锋的 谢贤终于发声 揭开了张柏芝第三胎与谢家的关系 究竟是何关系 相识相恋 张柏芝和谢霆锋是在1999年相识的 两人因为拍摄电影《老夫子结缘》 自此之后两人变成了好友 而真正在一起的时候 则是一起拍《无疾的时候》 成为了娱乐圈中最为瞩目的情侣 很多人形容他们俩人是金童玉女 看起来实在非常相配 2006年交往一年之后 谢霆锋便向张柏芝求婚了 而张柏芝也非常感动 立即答应了求婚 当时的俩人都是娱乐圈炙手可热的明星 他们都明白 结婚消息一出可能会影响自己的事业前途 但是他们也并没有因此而退缩 羡煞旁人 结婚的几年里 张柏芝为谢霆锋生下了两个儿子 当张柏芝事业遭受到打击的时候 谢霆锋也是没有在意 不离不弃 谢贤终于发声 揭开了张柏芝第三胎与谢家的关系 究竟是何关系 离婚 就在大家以为这件事情谢霆锋真的不介意 并且两人经历过磨难之后 可能会更加珍惜彼此的时候 2011年突然官宣离婚了 这对于娱乐圈来说 无疑又是一个爆炸性新闻 很多网友说 可能作为一个男人 却是无法忍受这样的事情 离婚后 谢霆锋也选择了跟前女友王妃复合 而张柏芝则一直以伟大的单亲妈妈形象 在各大综艺节目上露脸 谢贤终于发声 直到2018年 张柏芝突然宣布三胎 而且出生证明上 也并没有父亲的名字 引起了轩然大波 大家都对于孩子的父亲到底是谁 而议论纷纷 但是张柏芝始终都没有回应 不由地让人怀疑 父亲是谢霆锋 因为从目前的新闻报道等等来看 离婚后的张柏芝一直是独自带着两个孩子 大家都认为 张柏芝接触比较多的异性就是谢霆锋了 随着舆论发酵越来越厉害 谢霆锋本人和谢贤也不得不出来否认 谢贤表示 张柏芝的第三个孩子 与谢家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 但是自己也会把他当作孙子看待 虽然张柏芝和谢霆锋已经离婚多年 但是谢贤对于这个儿媳妇还是非常满意的 一直对张柏芝和两个孙子都爱护有加 经常在媒体上也会夸奖她 谢贤终于发声 揭开了张柏芝第三胎与谢家的关系 究竟是何关系 或许张柏芝可能不是一个好妻子 但是一个好妈妈 你们怎么看呢 喜欢本视频的朋友们 欢迎在下方进行点赞留言 我们下方进行点赞留言